民進黨又開始在那裡唱衰 哎呀這個中國大陸經濟不行啦 這衰退啦這外資都撤離啦 鬼炒蛋對吧 如果大陸要崩潰了 葉倫幹嘛去求一個經濟快要崩潰的人呢 所以民進黨的經濟觀 他完全就是井底之蛙 未來最重大的關鍵 還是如何逐步減少對XX的根本依賴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進口 每年貿易的順差非常大 賺了那麼多錢 所以我手上就留下來了很多美元 因為中國大陸就是出鈔嘛一直出鈔啊 所以很多的外國企業來到中國投資 也帶來了很多美元 那據統計呢2022年的時候 外國投資又比去年還要來的更加多 講到這裡呢 額外就要再度提到 近期又在談論到福茂的議題 民進黨又開始在那邊唱衰 哎呀這個中國大陸經濟不行啦 這衰退啦 這外資都撤離啦 鬼扯蛋對吧 如果像民進黨所說的 大陸經濟都要不行了 葉倫為啥還要去找中國大陸借錢啊 對吧 如果大陸要崩潰了 葉倫幹嘛去求一個經濟快要崩潰的人呢 應該是大陸要去求葉倫 那個要趕快借貸給大陸才對啊 所以民進黨的經濟觀 他完全就是井底之蛙 眼中只有看到大陸要崩潰 大陸要不行 但實際上呢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情 實際上你說 中國大陸當然沒有像前幾年那麼好 經濟放緩 進入到發達經濟體的時候 經濟成長本來就會放緩 那結果很多綠的呢 就完全不懂一些經濟的學理 在那邊吹 你看中國大陸以前經濟成長有8% 10% 現在這個就5、6%崩潰了 經濟成長5、6%還能叫崩潰 那台灣算什麼呢 怎麼辦 要不要看一下台灣這個2、3%的 有時候2、3%還不到 那該怎麼辦呢 好 我們言歸正傳 所以中國大陸呢 手中因為出鈔了非常多的產品 因為各種的順差 所以手上有非常多的美元 但美元一直在貶值 對吧 美國一直印鈔票 那當然美元會貶值 如果一直放在手上的話 對大陸來說當然虧損就很大 所以你想一想 假設你手上有100萬元人民幣 你一直放著不動 那每年貶值2%就是損失2萬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保值甚至增值 怎麼保值呢 你說買股票風險太大 那活期存款 利息太低都趕不上貶值 那存死期存款對吧 那如果臨時需要錢該怎麼辦呢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幹嘛 購買國債 國債的利息比一般純銀行還要來得更高 而且理論上是能夠跑贏通貨膨脹 而且國債的背後 就美國政府嘛 政府嘛 作為依靠跟保障 美國多少還是要面子的啊 風險相對比較小 所以中國大陸呢 透過貿易啦 外商啦 然後很多對中國的進行投資 積累了很多美元 美元不能夠純粹放在手上爛掉 要投資 否則的話美元就會貶值了 那有人說 欸幹啥不花掉了 你有這麼多美元你可以花啊 很簡單啊 太多啦 花不完啦 中國大陸有太多美元啦 花不完啦 中國大陸呢 每年啊 在國際上購買了大量的石油 還有糧食 還在世界上到處投資 但是每年啊 還是有很多的美元啊 對吧 這錢太多 花不完啦 這跟民進黨想像的世界又不一樣 那當然很多人就擔心 那如果美國大量的印美元呢 讓美債貶值怎麼辦呢 前面說了 雖然中國大陸 持有八千多億美元的美債 但是這個金額只佔整個美債總金額的2.67% 更多的美債呢 是被美國自己的企業地方政府 還有美國老百姓買走了 所以如果美國政府大量印美元 讓美元和美債貶值 那麼首先要發飆 首先呢 要起來揭竿其意的 就是美國老百姓自己嘛 那還有人問 啊 那這個如果我們大量的拋售美債 沒人接怎麼辦呢 其實呢 也不存在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所購買的美債 就只佔所有美債數量的2.67% 這個比例沒有那麼高啦 所以不可能沒人接 就總是會有人接的 好 那麼最關鍵的問題來了 就是說 如果大陸不買美國國債 那美國呢 會不會就倒啦就垮啦 還不會 大陸如果不買美國的國債 美國政府會很難受 很痛苦 很難熬 但是呢 也不會到崩潰 這個道理很簡單嘛 就是假設現在呢 美國政府想要發行 一兆美元的國債 其他國家都不買 那麼誰來買呢 那就是美國自己的企業 和美國的老百姓就會購買啦 所以每個企業呢 和每個老百姓手上的錢 肯定是比較少 這就導致很多企業和老百姓 都把錢拿去買國債 那市場上就沒錢啦 經濟發展就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把錢拿去買國債 不消費不投資經濟 當然不會好 所以美國呢 當然是希望 有一個外國的大客戶來購買 這樣呢 自己的國家經濟發展 就能夠發展得好啦 那如果 美國的企業和老百姓也不買呢 那最後沒辦法 就是美聯儲自己印錢買 只不過 美聯儲自己印錢買國債 那你的這個錢就變多啦 那大家呢 這個擔心錢又貶值啦 通貨膨脹啦 那就會瘋狂的投資 就是瘋狂的消費 最後呢可能經濟又過熱 然後呢這個通貨膨脹越來越高啊 什麼的 所以很糟糕 所以呢 大陸不買美國的國債 美國會很難受 經濟會很不舒服 但是呢也不會到什麼崩潰啦 那麼樣的危險 因為總是會有其他人買的嘛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陸有這麼多的國債 那為什麼就是不分給老百姓呢 那美元呢是美國的貨幣 中國大陸法定的貨幣 畢竟是人民幣 就算把美元分給老百姓 把國債發給老百姓 你在國內也沒辦法用啊 對吧 你只能拿著它到銀行去換人民幣 就會出現很多複雜的問題 那你拿去換人民幣 那美元呢又回到銀行了 把美元發給你 那你又把美元發給銀行 那你幹嘛 難道要再分一次嗎 那最後不是都一樣嗎 這個不是瞎搞一通嗎 那第二個呢 如果把美元給大家 大家又把美元拿來銀行換人民幣 那麼一來市場上的人民幣就會越來越多 那到時候就會通貨膨脹 那除了有通貨膨脹 大陸又要出台各種經濟政策 再把這些人民幣收回來 那這也是瞎搞一通 所以重點來了 那就是手上的美元太多了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只能去買美國國債 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決定 為啥呢 因為美國國債畢竟利息很高嘛 所以呢 可以讓大陸持有的美元呢 保值甚至增值 第二呢如果缺錢的話 可以隨時在市場上出售美債變成美元 第三呢 因為大陸持有美債的比例其實很低 就算在短期之內全部出售 也不會對美債有太大的影響 那對大陸來說也就不會有太大的虧損 但是對美國來說 雖然大陸佔有的比例很低 那美國就希望你的比例要高一點啊 他就希望你多買一點啊 不要再賣了 那麼趁著這個時間呢 大陸當然就可以對美國多提一些要求 對吧 你來談關稅 我們就來談一談制裁啊 那你對我的制裁 你來談制裁 那我們在談一談脫鉤的事情啊 那你說你不脫鉤 那我們再來談一談AI雲計算啊 然後半導體芯片啊 你來談AI半導體芯片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再來談一談台灣問題啊 你談台灣問題 那我就來跟你談談美債嘛 對不對 這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結 好啦 所以呢 未來最重大的關鍵 還是如何逐步減少對美元的根本依賴 逐步減少對美元的重視 這才是未來大陸在整個經濟發展當中 所要推行的重要的大戰略布局